嗨 我是宝可梦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也欢迎你先订阅我们的频道 然后也别忘了五星评价喔 今天的主题是 宝可梦带你吃美食 精华酒店的精华圈用餐体验 这个甜椒就很好吃 它味道都有命味 嗨 我是宝可梦 欢迎回到宝可梦卡好 今天呢 宝可梦要带你来 领略一下这个美食 然后我们都知道 其实我上个月跟大家分享 我办了这个大白 那大白其实有非常多的餐厅 都是有这个两人同行 一人免费 几乎等于是第二人免单 不用钱 会觉得那一定要赶快来做 这个都市探险 尤其是五星饭店 它里面的餐厅 其实我很少去吃 所以除非你有特殊的这个生日 或者是要庆祝的事项 你才有可能特别去预定 那现在既然有这个一半折扣 我就觉得一定要来试试看 所以四月初的时候 我就预约了这个金华轩 那金华轩 其实你如果在比较热门的时段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会 有这个可以定位的啦 那因为最近真的是 确诊人数非常的多 所以很多餐厅 大部分都退的差不多了 所以现在反而要订这些 五星饭店的餐厅 比较好订一点点 但是大家也是要特别 去注意个人的这个 因为你也是有可能会染疫嘛 这个自己大家就是要去权衡一下 所以我这一次是蛮好订的 那这个金华轩呢 它在金华酒店的三楼 你如果是从大厅上去的话 只要往上一个楼层就是了 那它外面的话呢 有一个非常大的大厅 它就是它自己本身的文化cave 就在那个大厅的周围 那我是礼拜五晚上去吃 然后它旁边有住场 还蛮微妙的 那它的那个每一个不同的楼层 都有一些他们自己的装饰品 你有去那边走走的话 你可以去看一看 那在最下面的地方 就是有这个薄力厅 以前我都念百历厅 也可能是看错字 但是我去问他们内部的人员 他说这是薄力厅啦 不是念白这样子 所以如果你们要去吃薄力厅的话呢 其实用大白一样 也是两人同行一人免费 小白也可以这样子 那这一次呢 我在这个金华轩点菜的部分 我们就是两个人嘛 一个人点荤食 一个人点素食啦 那我的朋友他点的是 套餐叫做风 因为它有那个什么风啊 云啊水啊什么的 就是几个不同的名称 那他这个套餐是2680 其实也是快3000了 那我的素食套餐有两个 一个是1000多的选择 一个是2200的选择 所以我是选2280这个 那都是要再加10% 那你餐点套餐选定之后呢 那接下来就是 你要喝什么茶 他有非常多不同的茶 可以选择啊 菊花啊普洱什么的 就看你自己喜欢哪一种 那我这一次点的是菊花茶 就是可以比较就是 清新一点解腻这样子 所以这个茶汁是180 我后来看那个最后的账单 发现这个茶汁的部分 是不会有两人同行 一人免费的这个折扣 所以茶汁的部分是 10收多少就多少这样子 但是这个套餐的部分 就是两个人的餐点金额 加起来除以2 就是A1的50%的折扣 那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荤食套餐跟素食套餐的 这个使用心得啦 那因为我吃的是素食这一边 所以荤食那边的部分 我就没有办法很明确的 就是跟大家分享 那个滋味怎么样 但是基本上我都有问我朋友说 他觉得怎么样 那前菜的部分 其实我觉得五星饭店 他们做的比较好一点 就是说两个人上菜的数字 比如说六道菜 那就是一人一道 就是有六次上菜 不会讲说我五道 然后他六道 那中间有一道 就变得他有上我没有上 这样就很奇怪 对不对 所以他其实在两个人用餐的时候 你选的套餐的那个数字 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一开始上前菜 我就觉得这个很有趣 那个荤食的套餐 比我还要贵400元 但是他的前菜的摆排就很丑 很普通 就是一个大圆盘里面 有四道菜这样子 但是素食的部分呢 因为我是有五道菜 他就用了一个很精致的 那个有点类似像宫廷剧里面 他要端给那个皇上吃的一样 然后有五个小盆子 然后上面就是 用一个很 比较有厚度的那个器皿 这样钻过来 我就觉得 哎呦 怎么也没钢 这样子 那我就觉得 荤食不是比较贵吗 但是怎么会看起来比较简陋 但事实上 荤食贵是贵在食材 那反而那个装饰跟摆盘 可能不是那么重要 那我朋友他吃的这个前菜 有四个小点 招牌蜜汁叉烧 然后脆皮烧猪肉 他很推荐这个 他说这个脆皮烧猪肉 它的那个皮 蛮好吃的 那个调味非常的不错 所以他很推荐这个 那鲜酥腐皮卷 然后再来是 姜葱牛柏叶 那其他三个 他就没有再特别去讲 可能差不多这样子 那前菜素食的这一边呢 有五道 鲜酥腐皮卷 他可能是做好 然后都配上去 所以这个素食也可以吃 然后江南素菜脚 他就是一个小小的碟子 然后里面有放了一个 有点像水饺一样 但他是蒸过来的 那蛮好吃的 这个是我个人觉得 还不错 他里面的这个菜的料 这个咸甜滋味是刚刚好的 然后外面那个皮 他也是蒸的恰到好处 然后甜椒芦笋 甜椒芦笋这道菜 其实我觉得很好吃 因为一般就有点像 类似一般中菜这样在炒 其实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精华圈 它其实是粤菜餐厅 大家粤菜 大家应该知道什么是粤菜 就是广东菜 广东菜有时候会偏咸一点 所以它的这个调味 就更鹹这样子 那甜椒芦笋这道菜呢 我自己在家里面 我感觉上我是做不太出来 因为它是整个都是被油包覆 但是它味道都有入味 这个甜椒就很好吃 我也不知道它怎么做 但是我自己做好像做不来 它应该是有用高糖 那高糖的部分 你吃多了就会有普林 那你就是容易痛疯 所以如果你吃的都是精致饮食 那的确是身体上 负担会比较大一点 所以这不太适合 每天都去吃 那第四道是琥珀脆核桃 这个还蛮好吃的 因为它就是把那个核桃 外面裹上了一个浓浓的糖浆 就很有味道 所以你吃起来就像是一个 那个饼干的或甜甜的 很好吃 但是它就是非常的甜 那最后是凉拌云饵 云饵的话 其实我们去菜市场都买得到 那它吃是没有味道的 所以它的确是用高汤去炖 然后弄得小小的一朵一朵的 所以它是非常有滋味的 但是那的确是 花蛮多时间去烹调的这样子 讲完了这个前菜之后呢 我们往下一道走 下一道上的是汤 那这次呢 有一个小插曲蛮有趣的 就是荤食的汤是包丝花椒竹生羹 你听到包丝你就知道吗 那是鲍鱼切成丝 所以那个其实还蛮怂的 我朋友就讲说 就是餐厅 五星餐厅就是这样 它就是要给你上鱼翅 上鲍鱼 然后才显得高级 但事实上这东西 其实已经old fashion 但是他觉得这个祖生羹还是很好喝啦 那我的部分呢 我的是松茸佛跳墙 那因为呢 可能吃素的人真的不多 所以他们来不及做 他说我们可以先上下一道菜吗 所以我的这两道菜 是前后对调的 我先上的是万象树红茄 这个有点像什么呢 我印象中我去年有分享过 我这个去文华东方的住宿 这个心得分享嘛 你有没有兴趣可以去听一下去年五月的那一集节目 那好像没有特别把他这个雅阁的用餐体验拿出来讲 因为我好像是最近这段时间才开始认真的跟大家分享我的用餐体验嘛 雅阁那一段的话可能没有特别去讲说 他那个我们去吃那个高级餐体 但是呢万象树红茄 让我有一个很深的既视感 就是在去年我去雅阁用餐的时候 那个树套餐要三千块 也是蛮贵的 跟这个差不多 那他也有一道这样子的做法 他是什么意思呢 他就是一个番茄 他帮你去皮 然后他里面挖空之后呢 他放了就是很新鲜的菜在里面 你吃的话呢 就会非常有滋味 因为他的那个番茄已经炖过了 他有入味的 然后还有里面的菜的部分 所以这个万象树红茄就会让我想起来 之前在雅阁他有一道这样的菜 但是呢他那个番茄他 他是挖空之后他放在南瓜汤里面 然后里面是放不同的馅料这样子 这也是蛮令人惊艳的 像这种五星饭店的菜 他其实就是手工了 他会就是把食材做出各种不同的花样去做变化 不然的话素食你能够吃到两千多 两千多你自己去菜市场 你不知道可以买了多少菜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他不一样的地方 那下一道菜 葷食的是葱油蒸澎湖龙虾 我这个朋友他蛮喜欢吃海鲜的 所以他就叫了一个这个澎湖的龙虾 他说肉质还可以 所以你们下次有叫 你们可以自己去品尝一下 那我这道菜同时上的就是松茸佛跳墙 那这个汤的部分我喝了之后 我真的觉得非常的鲜甜 然后呢我是做不出来的 然后大家看我的先动就知道 我周末有时候会做菜 那我自己有努力就是看一些这个网络上的教学 然后试着做出自己的一些菜色 那我发觉其实佛跳墙 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做 因为他的汤要有味道 那他势必要用很多种不同的材料去炖 才能够炖出那个味道 那素食的话你又不可能放肉 你也不可能放那些东西 所以他要怎么炖出这个味道呢 我觉得他就放了非常多的菇类去炖 所以那个服务员他说 要晚一点上的原因可能是 他们还在炖吗 可能还在解冻 因为这东西可能都是高汤先做好之后 先放冷冻 然后有客人需要的话 他把它就是解冻 或者是再重新烹调 然后再加上一些料在里面这样子 所以这个佛跳墙的汤是非常好喝的 但是呢我做不出来 好再下一道 招牌片皮呀 如果你们有常去精华宣吃的话 你们会发现你order的时候啊 这个片皮鸭你必须要前三天order 他们才会就是可以让你去预定 不然的话你现场是吃不到的 因为这个手工非常繁复 那我朋友吃了之后 他说这个鸭的皮非常有味道 他很喜欢觉得这个入味做得非常好 的确是所谓的招牌菜 但是呢他觉得有个缺点就是 因为那个鸭皮他会用那个面皮 把它包起来 就是这样一份一份拿起来吃 那他觉得他的比例就是差蛮多 因为他觉得鸭皮吃一次之后呢 手上剩下的通通都是面皮 所以他觉得他比例应该要稍微再平均一点 这样等到你吃到最后一口鸭皮的时候 你的面皮也刚好吃完 这样才对 那我自己看是觉得 不就小小两片而已到底是 好啦好吃以后就是再交一只来嘛 对不对 那就比较贵啊 一只可能两三千这样子 那我这边的话呢 就是炒青菜 芹香银杏百合 那他其实就是芹菜根 把它切成一段一段一段 然后跟银杏还有百合一起炒 这个地方我就觉得有点重复 因为他的前菜里面 其实也有用到这个百合 你也知道素食其实没有什么高价的食材 尤其是粤菜里面不会有松露这个东西 所以他做不出这种高级的菜的感觉 所以他一定要想办法 就弄一些比较特别的食材 那像百合就是了 百合的话虽然说没有非常的贵 但是他也算是 宴客菜里面才会出现的一个食材料理 那他其实都入过味了 不然你百合平常吃是没有味道的 所以吃起来就有点脆脆的 有点咸咸的 好像也不错 下一道荤食这边是 秋葵野菌香辣炒牛柳栗 所以他就是肉了 他是牛柳嘛 牛柳就切丁之后呢 就是入口大小适中的这个分量去吃 我朋友就说他吃了还蛮有饱足感的 所以这点是不错 我这道呢 在那个菜单上面 他是写先俊千丝绣球 但是我吃的时候其实就不是啊 所以我看起来他应该像铁板豆腐 奶茶贼 但是他的那个豆腐其实是 都是有入味的 那尤其是他的那个 那叫香菇 非常的肥美 那个不太 应该不是咸香菇 他应该是泡出来的香菇 但是吸饱汤汁 所以那个味道很不错 那就是铁板就滋滋滋滋香 这也算是蛮下饭的一道菜 我个人觉得是蛮不错的 所以骑到这边的话呢 照理说应该是快要饱了啦 但是也知道 大家也知道是不是 我吃的食量其实也不小 所以我就觉得感觉没有很饱 那现在已经来到了最后一道菜 最后一道菜荤食这边呢 是帝黄虾仙菌威衣面 它其实就是一个面 然后它上面有一个虾子 所以我朋友他可能喜欢吃海鲜 就是豆角的虾这样子 那他说这个东西要吃完 那就超薄了 好 这个是份量蛮充足的 好 那我自己的部分的话呢 他最后送的是 巧手柳叶素菜包 好 这个素菜包呢 一口就吃 吃完就没了 其实是还蛮有滋味 很好吃 因为他的这种汤包类 或者是包子 或是饺类 他们的做法都做得很好 很好吃 但是对于我来讲 真的是吃不饱 他没办法 所以后来我就说 那我要加点 那看了半天之后 其实他素菜能够加点真的不多 尤其是前面可能都吃过了 所以后来我就加点了一个 蒜草芥兰 你们猜猜看多少钱 440 你这两个东西也免费 你这砍一半就有220 但是也是很夸张 440的话你真的可以去吃那个稀体 我觉得稀体是5600多 但是也接近那个价格 其实蛮贵的 但他的芥兰很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他把它做成芦笋 你知道吗 他那个尾端 因为我们知道那个芥兰 其实吃到尾端 他的那个筋是蛮粗的 他把它削得很细 然后每一个的长度都弄得差不多 然后用蒜去炒 你也可以选择不少蒜 但是蒜更有滋味这样子 真的很好吃 我就一口气瞬间就吃完了 但是他真的不便宜 非常的惊人 所以我个人推估 像这种五星饭店的菜色 它是有迎合或者是针对中老年人 因为他的受众可能就是 已经退休的族群 那他们可能牙齿咬合 咬力可能不太好 所以你可能去吃的话 他就会做的东西都偏软偏嫩 他要迎合消费者的口味这样子 所以说是年轻人的话 你可能就会吃不饱或者你觉得东西太少 是有可能这样子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次的用餐体验是很不错的 那我有跟我朋友就聊这件事情说 为什么精华他最后他的那个分量怎么没那么多 他就说可能是这附近都是一些退休族群的人 然后可能是咬合没有那么用力的老人 那在这种情形之下 他可能就会变成这样子的菜色 那不是比较不是年轻人想要吃的大分量 你可能大分量就去吃buffet 我就问他说那之前有没有什么其他饭店是这样 他就说像喜来登他有一个cape 就是一开始卖的东西不怎么样 那后来就推了一个自己的牛肉面 那牛肉面就三四百 它蛮贵的 但是后来就蛮好吃的 所以后来就变成一个就是远近馳名的一个招牌菜 但是他吃了其实也算是有点软 有点烂 那喜欢吃的人就会觉得说 怎么跟外面的口感比较不一样 他就说因为他们这边的年龄层比较偏大 他们可能比较咬不动所以都会做把它煮烂一点 那如果你下次要吃就是嫩一点 你想要吃有韧性的 你要跟他讲 他面就不会把你煮那么烂 这样子 所以其实饭店是可以帮你做客制化的 那就是看你自己的提出来的需求怎么样 所以回到我们的精华 其实也是一样 就是你真的吃不饱的话 你还是可以点其他东西 好 那我们这次总结一下总共大概多少钱 就是X180 然后一道菜2680 然后我的是2280 然后A1扣了50% 就扣了2690之后呢 再加10% 10%是556 所以加起来是3426 平均一个人大概1700左右 所以这顿饭我自己吃起来是蛮开心的 因为毕竟他算是蛮高档高级的 如果你们有看过那个精华学院的照片 你会发现他其实入口处有一个很深的长廊 然后那个灯打得非常的漂亮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如果你的餐厅要做得有高级 你就是把灯打得很暗 很暗很暗就对 然后你走过去可能会叠死的这种 就非常有高级感 听说啦 在那个 我接下来要去的那一间韩壁楼 他们的那个餐厅也是打得非常非常的暗 就是要让你有那种非常高级的质感 然后你拍照的话就什么都看不到都黑的 这次精华学院也是一样 那他旁边的话是一些小包厢 就是两个人可以坐 然后他都有用竹帘格子格起来 是蛮不错的 然后他们的服务生服务的品质非常的好 像我那一排大概就是五个 类似像小包厢这样子 那他都记得住每一个人的需求 或者是什么时候要上菜 什么时候要收盘 真的非常非常的不马虎 那我跟我朋友聊过 就说那饭店的这个服务生 他们的月薪大概是多少 然后跟那个像我前一阵子 我去百货公司 我去新仆院吃 新仆院就是普通的港点 好像还好 那他们的薪水大概差多少 因为那个服务的等级 的确是有落差一截 他就说那如果新仆院 大概是两万八的话 也许精华大概就三万五三万六 但是我觉得那个服务的品质是不一样的 那是level有往上来一层 如果你是喜欢有比较精致的服务 这个比较细心 比较周到的服务 其实我觉得五星饭店的服务 的确是比较好一点 这个是的确是可以参考的 那如果你要去用餐 想省钱的话呢 还是建议你就是 可以办一张有回馈的卡 比如说我这次用的是 钱账白金卡 那其实大白跟小白 钱账白金卡是大白 信用白金卡是小白 年费大白是三万六千八 小白的话呢是八千五 有一些餐厅是大白可以用 小白也可以用的 比如说之前介绍过的马可波罗 小白就有两人同行一人免费 那我接下来要介绍的凯飞屋 其实也是大白小白 都是两人同行一人免费 但精华轩比较高级一点 所以它就只有大白 有50%的折扣 所以如果你喜欢去吃精华轩的 那我建议你就可以申请大白 很多人都会问啊 就是哎呦 这个年费八千五跟三万六千八 差那么多 到底要办哪张卡好 我觉得你反而要回来看你自己的需求 就是你比较常去的餐厅 哪一张卡配合的优惠比较多 你就办哪张卡片就好了 那重点是年费一定要吃回来 年费如果吃不回来的话呢 那就百搭了 那还有另外一种也很不适合 就是你真的减肥的 你很在乎自己身材的 那你这张卡片千万不要办 因为你为了要回本 你真的会一直去吃 对不对 你花的钱多 然后又变成肥肉 那你可能最后就会就是觉得北盒 但是如果你是想要享乐人生 你身上已经有点钱 然后你想要给你家人更好的生活 其实这个卡片是可以让你就是 更上一层楼 所以这个是个人的心得分享 有兴趣的话呢 自己也可以去吃吃看 那将来的话我也会就是写文章 然后也会就是在我的 Instagram分享这些美丽的照片 有机会的话也欢迎来看一下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或任何的想法 也欢迎你就是到粉丝 BS讯我 或者是留言 或者是donate 都可以 我们有看到的话呢 都会在做节目 跟大家回报哦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